在安置好寻山后 斗雀带着三位神兽赶往天龙藏地 小龙 我们要进入天龙藏地了 依照约定 我会将你埋入那里的 天龙藏地开启 我应该能有所感应才对 莫非是你魂力撑不住了 所以感应不到 斗雀公子 我建议你这一次 不要去天龙藏地 我感受不到天龙气息 只有两种情况 行 是天龙藏地没有开启 其二是天龙藏地内 发生了一些大事 下一次开启 要什么时候 对峙不会超过三百年 不用了 就算是阴谋 我也要去看看 公子 此地名为乾隆岛 是进入天龙藏地的 五大入口之一 我们只要在这里 等待天龙藏地开启就可以了 你们要干什么 我的做奇恶 我要用你的灵兽为他 你竟然如此狠夺 要将我的小白当做饲料 主人 他好可怜啊 那边的小子 陪我捆远点 我们南狱办事 也扔得到你们插嘴 南狱之人 你在说我 本来你我没有仇怨 既然你自己找茬送死 那我就送你一程 公子 万万不要在这里动用强大的力量 这里的空间太脆弱了 一旦打碎空间 有可能被卷入乱流之中 那就麻烦了 开什么玩笑 我刻意将力量压制到百分之一 这乾隆岛也太脆弱了吧 九明镇御符 给我镇 水剩你 好久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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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是龙气 有人得到乾隆碑的认可了 他是谁 在下南御徐阳宇 三十五岁 击灭镜一重 35岁 就已经是击灭镜了 怪不得可以得到乾隆碑的认可 果然是个恐怖的妖念 人族果然是不行 区区灰色龙气 这种天赋在我龙族之中根本不入流 是谁在大放厥词 徐兄 这位斗雀公子是从北域来的 北域来的 听说北域现在连一位人间仙人都没有 竟然还敢如此嚣张 有些人啊 什么本事都没有 只会吹嘘自己而已 你小子说什么 寂灭镜的妖兽 在北域的确可能很强 但是在我面前不顾文尔 你很了不起吗 我可是龙气级的天才 是你们一辈子都望尘莫及的存在 区区灰色龙气而已 看把你嚣张的 你要比是吧 不用我亲哥和你礼 就是我们三个 就能碾压你 你们也配 你看着就好 一会儿我们三人的龙气超过了你 看老娘不一锤子打爆了你的狗嘴 身为他们的主人 你不拦着点吗 一会儿他们一无所获回来 可是很丢人的 能不能闭上你的臭嘴 你说什么 你找死